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几次神也来说已经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了 但是祷告确确实实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软道 所以当有这样一个呼召领导的时候 我一方面感恩 神这样子来器重 一方面我也愿意来顺服来回应 也求神给我一个忠心的心 也求神给我来预备属灵的导师 可以来引导我在这个职份里面的一个服饰 毕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 当然更多的就是不断地来操练 操练祷告 就是来不断地祷告 我觉得就是很简单来祷告 不断地祷告 持续地祷告 这是我现在就是要来做的 那么在后面那个二章十八节 一直到结束就看到 当神的子民将来彻底地认罪悔改之后 神给神的祝福是这么大 油啊 酒啊 欢喜快乐啊 出去羞辱啊 最后神要来审判仇敌 来报复那些仇敌 大大的羞辱他们 那个时候是神子民的一个得胜 得荣耀的时候 和很大的一个喜乐的日子 一个盼望的日子 非常的开心 很兴奋 所以呢 我也大大向神来张口 求神大大地来浇灌 来触摸 把树林的祝福 更多地来赏赐 那么我现在呢 也是一边自己在学 一边呢 在呼召 无论是我教会的 其他教会的 都能够来进入到这样一个课程当中 我觉得这是末后 非常重要的 一个生命的一个旅程和阶段 是很有必要的 悔改 是末后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那批马门徽是悔改里面的最彻底的 一个悔改 是一个深度的 所以呢 求神也来帮助我 现在也联系了一些人 也有一些是教会的主要同工啊 也有牧师啊 慢慢地在联络 圣经当中也给我看见是说 要做彻底 要批马门徽 要认罪悔改 要那个 宣告严肃会 要吹脚 还要批马过夜 还要呼召那个教会的长老 我想就说 这些事情求神一一地来带领我 要做就来做彻底 要做就做到 就是神的心可以得着满足 所以我现在也是特别的去联络一些教会的 一些长职啊 这样子的 求神来带领 感谢神 他不大让我做神的传话筒 神也呼召我 要做这地的守望带导者 求神继续来帮助我 带领我 感谢匹马门会课程 感谢宝林牧师